疫口确诊变种病毒 当局发现有8个环境样本对病毒呈阳性 但由于全民检测全部是阴性 因为社区没有疫情传播链 澳门卫生局在确诊1家4口的住宅单位 大厦公共区域 度过的超市、餐厅等 採集100多个环境样本 当中8个检测呈阳性 包括在卫生局工作的男患者 他上班驾车的车厢 存放饭盒的小型雪柜等 接触过这些设施的人已经隔离 澳门政府说 全民检测结果全部都是阴性 意味着社会没有已经发病的人 但由于病毒有潜伏期 仍然需要保持警惕 目前有超过1200人被隔离